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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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还是接着来副讲来修学 大方广佛华言经 入不思议卸托境界普贤行验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了普贤行验品集药书第五页 第三行 离觉所觉 然万法之优穗佛也 然万法之优穗 优穗是非常的优深 一般人见不到的地方 佛心清静 照得清清楚楚 释出世间一切法 没有一法他不知道的 你没有问他的时候 他是无知 薄弱无知 极静的境界 你要去请教他呢 他无所不知 所以六百卷大薄弱里头 关键就是在这两句 哪两句呢 薄弱无知 无所不知 无知是讲薄弱的本体 实在讲就是清静心 就是念佛法门里头 所讲的一心不乱 那就是真正的薄弱 薄弱之体 他起用的时候 起作用不是他自己起作用 自己不起作用 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 自己永远是无知 不起作用 自己起作用 就是清静 活泼沙 这受用 是清静心 清静 真正叫 有福 一点烦恼都不生 身心清静 境界也清静 无所不知是什么呢 有人来请教他 有困难来请他帮助的时候 他是无所不知 所以啊 无所不知是他受用 是薄弱的他受用 这是供养别人 帮助别人 薄弱的自受用呢 是无知 现在我们又搞颠倒了 好像自己受用 我知 什么都知道 别人什么都不知道 就颠倒了 样样颠倒 麻烦大了 所以啊 诸位啊 在佛法里面啊 要求真正的智慧 真正智慧 记住哦 不在文字里面 也不在言语里头 而是在你自己清静心中 然后拿经典来对照 看看相应不相应 相应 以佛之间没有两样 不相应 怎么办呢 要改过来 不相应 是我们之间有错误 所以啊 经论 印 之间 是印证的 他给我们做印证 我们的见解呢 我们的智慧呢 跟释迦摩尼佛 比较比较 看看 有哪些地方相同 有哪些地方不相同 相同的 我们要继续保留 证明自己的见解 没错 不相同的呢 要改过来 这是佛 再来书 第五页 第四行 丰富万行 荣耀众的花眼 花是比我们在佛前面共花 共花的意思 花代表阴行 就是先开花后结果 所以见到花 就会想到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 代表的万恨 行门 要像花一样的清香 一样的美丽 我们的行 不能有污染 取这个意思 花好 果一定好 所以花是代表阴行 活前面共的花 代表这个意思 除了活前共的花 无论在什么地方 看到花 都是表 代表这个意思 乃至于 花的花 秀的花 或者是金银座的宝花 全都代表这个意思 协佛人 贡佛人共花 乃至于共香 燃灯 跟一般人供养的意义不相同 它有非常深的意思在其中 再来书 接下来 也是第五页 第四行 原之行的 日比时深 炎炎 炎是庄严 以万花来庄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晶体 庄严什么了 庄严自己 自己的身 自己的身 不只这一个身 自己有十个身 十身 是代表圆满 环境里面所说的十身 我们今天只晓得 我们今天只晓得 肉身是自己 除这个之外呢 我们有智慧之身 我们有威德之身 不只这一个肉身 所以 所以一定要晓得 要以种种的行门来庄严自己 圆满的身相 就像 就像 诸佛如来 没有两样 从这个晶体的大意 你就能看到这部晶 这部晶里面所说的 是智慧之身 是智慧体相用 在笔上 像一个大的花园 这个花园里头 每种的品种 通通具足 一样都不缺 从这个意思 照应前面所讲的 大方广 他能容纳 他不排斥 所以 才能够 成就其他 成就他的广 成就他万德庄严 所以啊 火不沙 他绝对没有排斥人的 只有人 排斥佛不沙 人不接受 佛不沙对一切众生平等的 众生对佛不沙不平等 这就是佛与众生差别的所在 下面 在解释经 这个字 观色玄妙 以成真经之才 经也 这是青龙大师 用最简单的词句 解释经题 后面还要详细说明 至于七例选题 这是佛学尝试 此地写得很清楚 诸位一看就明了了 不必多说 我们现在看第六页 第三行 这是详细的给我们说明 经题所含的意气 先解释大方广这三个字 大以刚体得名 离觉为意 提示本体 在哲学里面所说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自古以来到现在的这些 哲学家 科学家都在探讨 可是到现在 没有结论 个人说个人的 个说个的 佛法里面所讲的 的确让我们 真正能够相信 能佩服 宇宙万有的本体 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 所以啊 华元经啊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 说宇宙怎么来的 万物怎么生成的 我在经上告诉我们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八个字就把这个问题 解答得清清楚楚 实在是了不起啊 可是这八个字里头 寒的意思 非常非常之深哦 这部华元经 或者我们说 一大杖的经教 也就是解释 这两句话而已啊 所以心是本体 心是自己 禅宗啊 尤其是达摩祖师 传来的这一支 六祖大师 花扬光大的南宗 修学的重点 就是在心 所以 是从根本修 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是什么 根本就是心 所以 他的目标 是在 明心 见性 明心就是见性 见性就是明心 明心这两个字 从哪来的呢 是对无明而说的 我们现在心不明 所以把那个无明去掉 我们心就恢复光明 叫明心 我们现在有了无明 我们见外面 都是见的六臣 所以见性是对六臣讲的 我们今天眼见的是色臣 耳闻的是生臣 臣是污染的意思 果然能够离开六臣 我们见的是性 眼见的是色性 耳闻的是生性 所以六臣就变成六性 六性其实是一性 明心见性 这个名词是这么来的 是无明跟六臣的反面 这是禅宗 修学的目标 也就是此地我们所看到 经题上的大方广 大方广就是明心简性 所以它是本体 因此一切万事万法 与我们的关系 与我们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所以啊 对好的人 好的境界 你也不要喜欢 对恶人 恶事 你也不要讨厌 全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啦 你的神通 可真广大 哪一个有你的神通 这么广大呢 金虚空骗华界 都是你变的啦 所以啊 对那个有小小神通的人 那何足以为道 有什么稀奇呢 有什么了不起呢 所以不要被那些耍神通啊 变魔术的人啊 欺骗啊 这个很要紧哦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 会变魔术的 会耍神通的人 很多 不要被他欺骗啊 你的神通比他大 你的魔术也比他高明 所以不能被他欺骗啊 也许啊 你会问啊 我怎么变现出来的啦 为什么会变这么多东西呢 如果我自己会变 那我 那我都变好 境界多好 为什么又变成三恶道呢 你问的没错 这个离很深 是相当复杂 也绝不是几句话 能讲得清楚的哦 可是这个事情并不难体会啊 OK 比如说 没有正果的人都会做梦 你们晚上睡觉都会做梦 当你做梦的那个时候 你是不知道迷了 不晓得自己在做梦 把梦中的境界都当成真实的 也在那里分别执着啊 打妄想啊 可是 你醒过来之后呢 你仔细细想想啊 梦从哪里来的呢 你做梦的时候 也梦到很多人了 有你喜欢的 也有你不喜欢的 梦到很多事啊 也有山河大地 也有水路飞行 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啊 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全是你自己心里变现的 能变的是你的心 所变的是梦境 这个就是经上讲的 为心所现 现的境界 你在梦中种种分别 种种执着 梦境里面的变化 那是为事所变 能现的是心 真心 真心能现哦 忘心 能变哦 就是八四 八四五十一心所 是忘心 他能变 能现 能变的 能现能变的 全是自己 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参加说啊 若人世的心 大地无寸土 全是自己 没有一样 不是自己 这是大 实在是大 上从十方三世 一切诸我 下到最维系的围城 全是自己变现之物 我们现在迷了 在境界里面 我们现在迷了 在境界里头 不自在啊 被境界所转啊 这个叫 叫什么呢 叫凡夫 我们是凡夫了 我们是凡夫了 他不被境界所转 他不被境界所转 这个太自在了吧 就像 能言经商所说的 若能转进 折筒如来 就跟佛 没有两样啊 现在科学发达 教育普及 一般人 教育程度都升高了 照理说啊 这是个好现象 不会再迷信了 可是事实上不然 相对的迷信程度 越来越重 并没有打破迷信 从哪里看啊 算命 看相 看风水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 越迷越深 这真是不可思议 可是从这个地方 能看得出来 能看出一点 那就是 这些人 不管他念多少书 拿多少学位 他还是被境界所转 逃不出命运 我们学佛最起码的成就 要能够超越命运 不被命运所转 这是我们最起码的成就 如果连这点成就 都办不到 还是被命运所转 这人可怜啊 学佛没有收货啊 学佛不得华 所以啊 学佛的人最低限度要 自转命运 能不能转啊 给朱华说啊 决定能转 转命运容不容易呢 老儿上说啊 告诉你很容易不难 但是你要懂理论 你要懂方法 如果不懂理论不懂方法 那就很难很难了 好像我们要开 要开那个号码锁 一样 OK 号码锁 你不晓得号码 你费了半天的力气 打不开 难了 难了 你晓得号码 到时候啊 轻而易举的 马上就打开了 问题就是 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 你懂不懂理论你方法 OK 那么现在 我们再看第二 这个书也是第六页 第三行 方 以旧相得名 长篇为义 所以大方广 这三个字 大是讲的本体 方是讲的现象 相是体之相 相 长 长是永远不变的 这个叫长 永远没有改变 那么片呢 是普遍于十方三式 三式是讲过去 现在未来 十方三式是一个整体 永恒不变 那是真正的自己 下面说作用 接下来 这书也是第六页第三行 广从用得名 包博为义 包是包罗 博是博大 没有一法不包 没有一法不包 这三个字就是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本性 大家就明了了 自不经就是讲的我们真心本性 心性 在佛法里面 用洗洗多多的名词来说明 我为什么不用一个名词就好呢 要用洗洗多多的名词呢 佛是怕我们执着 怕我们分别 所以啊 不管用什么名词 只要说到这桩事情 就可以 何必要执着在一个名项上呢 打破我们分别执着的观念 所以 晓得 佛说种种名 还是说的这桩事情 这样就对了 OK 下面讲的 有性体 有性量 有性聚 聚是聚足 诸位请看第六页 倒数第四行 经验大者 指性体也 方者指性量也 就是你本性的度量容量 广者 只性聚也 性里面所聚足的 所包容的 所以六祖大师悟到的时候 他悟了这个境界 跟五祖说了五句话 当中有一句说 何其自性本来聚足 聚足什么呢 实法界一正庄严 是我们自性里 聚足的 他是真正 入了这个境界 他说出来了 这种境界 在华言来讲 是原教 出驻 菩萨的地位 在我们灵活人来讲 是刚刚 得 礼 一心不乱 就见到这个境界了 见到这个境界 在华言经上 就称之为 法身大事 正得清净法身 再来也是第六页 倒数第三行 性体及中地 性量及真地 性聚及俗地 这是天台家 以三地三观来解释经 真是讲理 俗事讲事 是虽然有变 有生命 有变异 理不变 体不变 体是真的 所以古德为了这个事情 做了一个比喻 叫大家容易明了 而说 说什么呢 以金做器 器器皆金 金是做器皿的植料 它不会变的 做出了器皿 可以随自己意识来变 我一定要金碗 我就把它做个金碗 我不要碗 我要杯子 我就可以把它融化掉 再做一个杯子 金还是那么多 所以金不变 气常常变 这个就是 是 是常常变 理不变 实法界 一正庄严 都是如此 凡事能变的 都叫做 俗地 从事项上 凡事不变的原理 真理 我们叫它真地 什么叫中地呢 中地是同 真俗二地 所谓是 所谓是 气即是金 金即是气 金气不二 这称之为 中 合而为一 一个从理上讲 一个从事上讲 理事事一 理事不二 这叫中地 所以啊 底下说啊 这个书里面 倒数第二行 中地 统一切法 故言大 真地 敏一切法 故言方 真地 是从理上讲的 偏在理的这一边 偏在理的这一边 没有事项 但是它能现 比如我们刚才 讲做梦 能做梦的心 是真的 叫真地 变出的梦境 那是俗地 所以啊 你要是觉悟了 全梦即心 做梦的时候 你的心像什么样子呢 啊 做梦的时候 你的心像什么样子呢 大家知道吗 嗯 变得那个梦境 就是心的样子 那就是心的像 心起了像 心之相分 可是那个像分 你每天晚上 做梦 不是做一个梦 做的梦不一样 可见得啊 它在变 它有生命 它在变 能做梦的心 它不变 它不生命 所以啊 能做梦的心 是真地 所做的梦境 是俗地 梦不离心 心不离梦 梦即是心 心即是梦 中地 这个说法 诸位细细的去体会 天台家 讲的三观的意思 你会能够懂得一点 OK 然后用这个原理 就是真 假 中 这个原理 观一切法 无有一法 不合乎这个原理 所以它用这个原理来解释一切法 所以真地是 闽一切法 心里面本来没有一法 能信一切法 心不是梦 心要是梦的话 梦就不会有生命 那梦天天要 一样才行 不会有变化的 心不是梦 心里面没有梦 但是心能信梦 能现梦境 所以从心上讲 心里头没有梦 叫闽一切法 再来 接下来 也是倒数第二行 书弟立一切法 顾言广 书弟讲什么呢 心能现一切梦 虽然他没有 他能现 书 讲着 再来 倒数最后一行 性体即心之体大 性量即心之向大 性聚即心之用大 故知大方广 直指 无人现前一念之体相用 乃天然之心 乃天然之心得也 这几句话非常重要 要特别着重 一念 这两个字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体会到大方广 也就是 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不能够入佛之间 就是我们念头太多了嘛 不能到一念 如果你到一念 你就成佛了 一念就成佛 二念就是凡夫 一念就是一心不乱 一念就是一心不乱 一念 静虚空片法界叫一真法界 所以静的确是随心转的 心一静界就是一 心二静界就乱七八糟 静确实随心转 所以啊 佛菩萨看我们这个世界 也是清静庄严 是一真法界 是一真法界 没错 可是我们自己在这个里面 我们的心乱 心乱照在外面的境界 也乱七八糟 也是乱的 我们这个心 三心二意 三心二意 是从佛法里头出来的 是佛学的术语 三心是讲什么呢 八事 阿拉耶 是心 穆纳 是心 第六意识 是心 八个都可以叫心 讲三心 是讲这三个 第八第七第六 这三心 这三心 二意识讲 第六意识 第七意识 说这个意思 就是你已经把一念 转变成三心二意 这是凡复 所以啊 修行啊 应当是转八事 成四智 四智 四智就是一念 在一念这个情形之下 大方广 整个华言经的境界 就能够 现在你的眼前 你的见解 你的感受 如同诸佛没有两样 问题是在一念上 修净土的人 他的目标就是在一念 一心不乱 一心就是此地说的一念 一念非常非常 一念非常常常的重要 既然是天然的信德 可见得这不是修成的 本来具足 底下讲他的名词很多 诸位一看就明了 此地只不过 举了几种 其实上 我们要在经典上找一找 就可以找到一百多种 名词不一样 意思完全相同 都是说的这桩事情 下面我们再看解释 佛华言这三个字 我们从第七页 倒数第六行看起 佛以旧果得名 绝造为义 所以啊 佛这个名词 是从果上称的 我们讲修行正果 而且这是最究竟 最严满的结果 就好比我们念书啊 这是一个最高学位的称呼 现在你们在学校 大家在学校里面 最高的学位是博士 在网上就没有了 佛这个名称 就好像在佛陀教育里面 最高的学位 像博士的头衔 是最高的学位 称佛 这个字是印度繁衣 音译过来的 它的意思是觉 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活称之为觉者 就是觉悟的人 觉之用是造 跟我们这个作用不相同 我们不晓得用造 只知道分别执着 只晓得用分别 不晓得用造 所谓造 就像刚刚讲的 主位看 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造 起一面分别 造就失掉了 在造的时候 像镜子 造外面东西一样 它没有分别 它造得清清楚楚 造得了了分明 没有一样不分明 这是真正的智慧 如果里面有了分别 有了执着 外面就有隔阂 为什么呢 你有成见 实话常说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当局他为什么迷呢 为什么 因为他有分别执着 他一看到问题 他就马上想到 自己切身厉害 旁观者什么呢 他没有厉害 以他自己本身没有厉害 所以他看得比较客观 他能看得清楚 我对一件事情 看得对清楚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一点厉害都没有 所以要学绝造 这也是讲佛法在功夫上的原则 我们六根接触六层 要会用造 佛法的名词叫观造 这是低层功夫 观造 就是不用分别执着 很客观的 看外面这些境界 以清净心看 以平等心看 这个是观造 这是初用功的时候 初学佛用功的时候 这个就叫观造的功夫 以清净心 平等心 最客观的态度 看一切人 是决定不起 分别执着 这个叫观造 功夫在进一集 就是造住 造住 就是得定 所以啊 你不必 注意 不必用心 自自然而 就是这样子 做得很纯熟了 这就叫做三昧 三昧 叫正受 这个境界 无论什么境界 现前 顺境里面 你绝对 不动欢喜心 不起欢喜心 逆境当前 决定没有恐怖心 没有烦恼心 就是贪嗔痴慢 决定不会起来 中国人讲的五义七情 七情 就是喜怒哀乐 爱 恶 欲 七情就是喜怒哀乐 爱 恶 欲 都没有了 心里面不起了 决定不起 心永远保持着清净 这叫得定 禅家里面讲 得禅定 念佛人 讲得 念佛三昧 其实啊 我们念佛法门里面讲 这叫 事一心不乱 在这境界里头 能做得了主宰 如如不动 可是 这并不是最高的境界 这是忠诚的境界 再往上提升 就照见 心经里面讲 照见五义皆空 那是高境界 照见 照见 见 就是 见性 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 就是入 大方广的境界 要照见才行 所以这个里头 因为念佛人的观照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我们在境界里面 心才一动 马上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就是观照 所以它特别的方便 譬如圣经里面 翻识心起来了 阿弥陀佛 把欢喜心换成阿弥陀佛 把欢喜心换成阿弥陀佛 OK 总要换得快 这就是观照 你很快的 能够换成阿弥陀佛 就是观照 念上几年了 阿弥陀佛念熟了 一切境界里 自自然然 不动心 不起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试一心 就是念佛三昧成就了 功夫再往上提升 到礼一心不乱 是大彻大悟 跟禅宗的明心见性 是同等的境界 只是名词上不相同 境界完全相同 所以念佛法门 就是用一句 阿弥陀佛 从出发心 到无上道 到成佛 就是用 这个方法 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简单 决定不会走岔路 华言经 善才同志 五十三餐 善才 就是用这个方法 就是用 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的方法 他成功了 所以 这个叫佛 佛制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时间关系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来 回向 若人 若人以此 普贤愿 读送 受此 吉言说 果报 为我能证之 决定 货胜 普提 道 若人 送此 普贤愿 我说 少分之 善根 一念一切 西街缘 成就 众生 清静愿 我此 普贤 书圣行 无边 圣福 皆回向 普愿 成立 诸众生 树往 无量 光火差 谢谢各位 感恩各位 若人 于此 普贤愿 独送 受此 吉 吉言说 果报 为佛 能证之 决定 货 圣 菩提 道 若人 送此 普贤愿 我说 少分之 善根 一念 一切 西街缘 成就 众生 清静愿 我此 普贤 书圣行 无边 神圣福 皆回向 普愿 成立 诸众生 树往 无量 光火差 我说 我说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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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